人标题娱乐圈也不好混 沙海美女演员偷窃十余万被捕起初 看到女演员偷窃的消息 还以为是在搞笑 毕竟演员这个旨意 看上去还是挺光鲜的 万万没想到 却是真有其事近日 沙海美女演员吴宇童 因涉嫌偷窃好友曹斐然十余万财产 为立案调查 目前已经被捕 1月12日演员曹斐然在朋友圈发长文爆料 详细描述过程文中所提到的她 正是吴宇童两人是好友 曹斐然家中被盗后报警 结果警方经过调查 却发现嫌疑人士吴宇童 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曹斐然在文中指出 原本不想公开 但因有人在背后抹黑 她才最终决定 公布此事 毕竟自己才是受害者 吴宇童于2016年正式进入娱乐圈 是贾买亮同乐影视的签约女演员 首部影视作品是郭敬明导演的时尚先生 后来又参演了悬门大师 不过在这些影视作品中 吴宇童的戏份并不多 真正让吴宇童演艺事业有所喜色的 是2018年的人气网剧沙海 她在剧中出演货家掌门人 不秀秀这个角色充满灵气 在热播剧沙海中 还是挺重要的一个角色 吴宇童因此小小火了一把 从吴宇童的演艺事业来看 她刚展露头角 显然处于重要的上升期 未来发展空间还是挺大的 可惜却因涉嫌偷窃被捕吴宇童 究竟为何会偷好友的财物 目前暂时未知 难道娱乐圈真的这么不好混吗 或者是因为有这种习惯 如果没有涉嫌偷窃 2019年 吴宇童还有三部影视作品会相继播出 《九千米的爱情》 她看见你的声音和《新六指琴魔》 演艺事业应该会爆发一下《新六指琴魔》 游王京导演 吴宇童和陈浩民 胡然等一起主演 而在《九千米的爱情》这部新剧中 吴宇童则出演空姐梦然从她未来的影视作品 来看倘若没有受偷窃案影响 吴宇童的演艺事业还是不可姑娘的 《九千米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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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